字幕由李宗盛 台宁 阻磨三千年 台宁真的有三千年吗? 有很多人都没有什么相信 还有学者说,台宁是由当地出现 当地之前说台宁的人都不会说话 所以,这种理论实在是真正浪贵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 很趣味的三句话 风声乌声特殊声,声声立念 家书国书,天下书,叔叔关心 人家说,林不哲吉是庸宅 最近,有人跟我打脸 或是我欧恩的 我们今天顺便来看看到底是什么 贫穷这两年,到底代理如何说 今天,我再来说一遍 因为贫穷这两年,台湾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我之前只是说我家在说的一种说法而已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完全的解释 贫穷这句话在台湾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是散恰人 第二种是散乡人 第三种是散贾人 但是这三种真的是这样说吗? 我听到什么,没什么同样哦 第二句没什么同样 我们等下来看看 我们等下来看看 今天,我们来看这三句话到底要怎样 国家才对 国家到底是什么意义呢? 其实,我们说到贫穷 大概,我们圈里面有这三种用法 第一个是赤贫 第二个是贫穷 第三个是贫瘠 那贫这个字上面是分,下面是贫 我们上次有讲过的 贫就是钱嘛 把钱都分出去了 散出去了 所以这个贫 就是散的意思 那贫也是穷的意思 穷就是公身躺在穴当中 这个穴就是洞穴 以前的人是穴居 那贫身的弯曲的身子 睡在洞穴之中 那另外一个是贫穴的穴 这个穴就是生病的人很瘦弱 那那个脊椎骨都很突出 穴就是弱的意思 又贫又弱的意思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三句话会对应到 我们台语的哪三个字呢? 好,我们赤贫就是一贫如洗 穷的什么都没有 这是教育部从编国语词典的修订本 上面所写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赤贫 在出科派案经期三十五卷里面 他说 学生二十年前带着家小上的庙取应去 把家里祖上之物埋藏在地下 以后归来 尽数都不见了 以致赤贫 卖了儿子 这个赤贫 到底我们台语要对应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文献上面出现赤贫的地方 另外鲁林外石里面第四十六回 也有赤贫的用法 我本赤贫之士在南京来 做了六七年博士 每年几两奉金 只挣了三十弹米的一块田 这个赤贫之士 这个赤贫 那我们来做一个研究 那赤贫这两个字 我们把它写成三个字叫赤贫人 那我们知道贫就是散的意思 因为把钱都分出去 都散出去了 所以你就会变穷了 所以就变成赤贫人 那赤贫人的话 我们把前面两个字把它倒装过来 变成三恰郎 三恰郎 就这样写 好 那谁来打脸呢? 我们来看一下 谁来打脸我 有人说瘦肉 就是等于赤肉 赤贫 三贫就是赤贫 所以瘦就是赤的意思 所以他说 哎呀 辖这三恰郎 那我要跟大家说 你很瘦的人 瘦的人就是穷人吗? 我跟你讲 现在很多人是希望瘦身 瘦身的人都很漂亮 都是很有钱的人 根本就不是穷人 这个瘦只是散这个阴 受赤贫人而已 所以我们台湾人 都大家很傻的 都把赤贫的力 就是赤贫 但是你注意看 我们赤贫里里面赤贫的力很多 那那个赤肉 因为那个肉是红性的 所以红就是赤的意思 所以赤肉 我们叫做散肉 没有不对 但是赤肉 那个赤可以是散的意思吗? 绝对不是 你注意看 三骨等于赤牛 等于赤骨 赤骨 赤骨好像三骨是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 瘦跟赤不是同意字 不是同意付词 所以根本就不是 所以你不能用散恰人 用受赤人 所以散恰人 只是核酸利益 核酸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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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正是撩脸 打脸我的人 真脏 到底是性脏 还是他很脏 我搞不清楚 这人本就是我好吗 我们再来看看 第二句 贫穷 贫穷得缺乏钱财 生活拮据困乏 这是教育部 从编国语 词典的修订本 上面所写的 贫穷 好 那贫穷在鲁林外石 第八回 他说 贤子在湖州 若是老 亲旧妻人家 为我留意 贫穷些也不妨 贫穷些也不妨 那这个贫穷 我们如果一样 把它拉成三个人的话 贫穷人 好 贫穷人的贫 我们刚才有讲过 贫就是善 好 那所以贫穷人就是善雄男 善雄男 这个穷读作雄吗 不是 他只是方音差而已 就是有的人把它读错了 因为这个字不是这样读 是善雄男 那善雄男 善雄男 善雄雄 打开就没那么顺 所以有人就打善雄男 这是这样来的 所以这叫做方音差 所以有的人就读作善雄男 那是乱七八糟 所以我们台语就是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状况 所以我们台语的理都买不胜 到后来 理后就笑说台语 说台语的人不文化 现在要做理太慢了 为什麽 因为我们自己不争气 说台语的第三句 贫穷 贫穷是形容土地不肥沃 如贫穷的土地 不适宜种植农作物 当然这句话 如果贫穷 也把它拿来形容人的话 也可以 那这个贫穷 我们如果把它拉成三个字的话 就贫穷人 那贫穷人 你注意看一下 贫 也是散啊 就变成散贾郎 散贾郎 那这个脊 它跟脊椎的脊 都一样 读作讲散贾郎 散贾郎 有人就打善 这吃东西吃 其实那都是欧白说的 你散的还有人吃吗 没人吃 所以那都像是欧修一样 所以大家欧白道 所以我们要用散贾郎 要这样诗才对 后天三句都讲了 所以大家就知道 我们台语的诗法 有三种诗法 散贾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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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句是要讲到我们会经常讲的 台语很多三千年 世间观点有句话叫做不可与蒙 不可乌明 这个明天的明读作明 台语的读作明 其实他应该要诗作不可乌扁 才对 那这个如果普通话上面是明 下面是蒙 所以普通话不是 如果是广东话 或者是那个客家语 这两个字都不同意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 我们台语已经有三千年的历史 为什么 因为 世间是周到的世纪出现的 现在有三千年 你知道吗 合文公传不但两千千年 将我一点关 公传不记得 根部完毕 谢谢 多谢 留日 安知世 幸福你 请不吝点赞